冷气团报道 那么这一波呢 下探13度 对于商人来讲 哇 这是赚钱的好时机 业者推出了发热的 所谓科技外套 透过这个电池发电呢 号称最高可以加温到50度 也就是说在雪地里 在零下呢 也能够保暖 除此之外 还有发热枕头 发热棉被 但是业者也知道呢 这个发热未必是万灵丹 还得要价格上有竞争力 按钮按一下 温度就能从35度 调到最高50度 外套也能自己加温 原来关键全在里头 两边的电池 能透过电路导热 但真有这么保暖吗 实际测试一下 为启动开关前 科技外套测出28度 短短10秒钟 加温测出36度 明显上升 它会透过这个电线 在衣服里面的一个 中层的夹车里面呢 它的电路 它就会启动 它就发了保温效 对 可一件科技外套 也不是永远发热 电池最多4到6个小时 就得充电 整件外套塞了两颗电池 重300公克 最重要的是 动辄上外的价格 能不能打动消费者的心 戴那种东西在上 感觉不安全 你说戴什么 电池 因为没有那么冷 你说台湾吗 对啊 那寒流哦 你就穿个大外套就可以了 躺下去马上就热了 躺下去就热了 对 看准冷双机 发热请聚推出 从发热枕头到发热背 利用远红外线 奈米纤维的材质 真有保暖效果吗 我们实际也来测试 就发热背 跟一般棉被 温差4度 那最近又刚好 一个冷气团有来袭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借由这一波的冷气 能够消一些库存 业者也说了 就算最近大陆冷气团报道 不过景气更冷 原本意见发热棉被 跟一般棉被价差5倍 现在不得不降价促销 带动买气 看来发热未必是买气万灵单 这些台北宜兰综合报道